Hello 各位早晨 这出《C撒烈车》当我当初看他的画头的时候 他给我的印象就是韩国版的World War Z 因为Bread Pit那出《丧尸》片 其中有一个段落就是在飞机上 有很多丧尸 然后就搞到你这么强 有一个很短的段落是这样的 但那段其实是整部电影里面比较好看的 初来怎么幻想这部电影呢? 他就是把那个情景搬去搭火车 我不知为什么韩国影片很喜欢搭火车 之前另外一出《Snowpiercer》也是说烈车 那出也挺好看的 我想会不会是Snowpiercer 但是有丧尸的呢? 可能会是Snowpiercer 应该是一般的 结果就比我想像中好 其实他这些《丧尸》片说的故事也是浪费 简单来说 韩国突然间出现很多丧尸 然后有个男人和他的女儿 在搭火车的时候爆发这些状况 然后他们逃命 就是这样 说的故事就比我想像中好 在开始的时候看了大约30分钟 因为我电影院看了 不好意思看标 大约30分钟 我是有点担心的 他开始的时候是慢一点 你看到他好像灾难片常用的那种 说一下这个角色 说一下那个角色 很简短 但是他就说均匀 然后你就猜到灾难发生的时候 他就是每个人说一下 有什么事发生在他们身上 灾难片常用 很公式化 然后他第一轮出现丧尸的那一部分 就会觉得很单调 因为在列车那里 有些丧尸出现 然后有一班人逃命 逃去下一卡 他重复了几次 由这一卡逃去下面那一卡 这次很糟糕 因为我最初遇上 他整部电影都在列车那里发生 在火车那里发生 如果他搞不到新意 他会不断重复 那就很满 幸好 他有新意 局面会打开 到后面 会有其他不同的状况发生 然后那些角色要想办法去解决那些问题 不同的状况 例如其中一段我比较喜欢 就是说那些主角 几个主角要合作 由列车的这一卡 去到另一卡 但他要穿过那几卡 全部都满了喪丝 那他们怎么做呢 他的制作是OK的 因为World War C 他打破了一半这些喪丝片的传统 因为喪丝片的传统有两个特色 第一 很多都是B片制作 即是他其实是低成本 第二 就是那些喪丝片搞得很噁心 即是说那些喪丝 挖开人的肚子 然后流出了腸 然后一口一口 监生吃了你 是这样的戏 但是World War C 他反这两个传统 第一 就是很高成本制作 只是有Brad Pitt 也就是高成本 第二 他其实是不噁心的 他看到有血 但是血滴出来的那一刻 其实也不太能看到 这一部电影完全是那种感觉 他有高成本 也不太见血 即是他有血 但是不欲酸 所以这个有好有不好 其实高成本 也更加好看 即是娱乐性会高 这部电影是高娱乐性的 即是那些喪丝一堆涌起来 即是场面效果是挺好看的 以及那些反车、烈车、爆炸场面 那些是好看的 但是我觉得不噁心 其实World War C也有这个问题 令到这件事没有那么恐怖 因为在过去 为什么这些喪丝片那么效果呢? 你看着那些人被那些喪丝 被那些喪丝吃了 你会觉得 嘩! 真的很痛 哈哈哈 你幻想 如果我被那些人被抓了 那些人被抓了 那些人被抓了 真的不太糟了 那些人被抓了 真的不太糟了 但是他没有这些场面 你就觉得 大不了一死而已 也不太糟了 令到这件事的恐怖程度 低了很多 例如World War C 那些恐怖程度 是低成什么 连我老婆也能看得到 他什么鬼戏都不看 但是World War C也能看得到 这部电影 我觉得他也能看得到 所以这部电影 就变成了一部挺好的动作片 但是 就不算是一部很成功的经历片 因为经历成份是偏低的 另外就说一下那些角色 那些角色 最初我说 我一开始的时候 担心会不会公式化 不好看的 其实是公式化 但是 作为一部灾难片 那些灾难片 也算不错 有些灾难片的人物 是完全不好看的 例如之前 不知那部挪威戏 The Wave 我觉得里面所有的角色 全部都不好看的 但是这部电影 有几个角色都不错 尤其是那几个主角 你会关心一下他们 你会觉得挺好看的 特别是那个很好打的肥佬 哈哈哈 我觉得角色挺好看的 可以了 其实已经是比想像中很多了 尤其是里面有些奸角 那些自私人 那些人 都算挺好的 其实都已经是 所以这部电影 我给他的评分 就是 试隔 有机会 其实也值得看的 有没有买碟 就视乎你对于 喪尸片的要求 如果你觉得World War C 值得收藏 是挺好的 那你也会喜欢的 这部电影 基本上我觉得是差World War C 如果你觉得 喪尸片 一定要吃得很噁心才算是喪尸片 否则怎么够正宗 那这部电影你会失望 没有